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又再去跟進一下美國大選的最新情況 在昨天 特朗普的私人律師朱利亞尼不幸確診了武肺 他現在的情況是怎樣 根據特朗普在Twitter上的透露 他現時情況良好 而且康復進度還相當迅速 亦是沒有發燒的徵狀 那我就相信朱利亞尼一定是會吉人天上的 至於那群左膠 就不需要在網絡上說 開心得那麼快 有什麼值得他們高興呢 實情 特朗普的法律團隊 一早就已經做好了部署 並不會因為 朱利亞尼遇上了這個情況 而有所打亂 一切就會按照 原有的軌跡來行進 所以那群傢伙 簡直幸災樂禍是多餘的 接下來就有兩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在說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亦友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第一件事就是 有三個搖擺州的州議會 將會提出動議 按照美國憲法賦予的權力 收回他們的選舉人任命權 打響頭炮的 將會是喬治亞州 為什麼是喬治亞州呢 很簡單 因為早幾天的灌票片段 使得整個美國政壇 相當震撼 尤其是就是很多共和黨人看完之後都是震怒 因為那條灌票片段 其實就是證實了 有關於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其實是證據確鑿 鐵證如山 眾言那些主流媒體 他們又不是很想去報導這件事 就想臭屎麥錦 沒有眼屎乾淨 扮看不到 幸好在共和黨州議會裏面 有部分共和黨籍的州議員 勇敢 而且是有擔當的 他們就提出要在州議會召開一次特別會議 表決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 這個特別會議的門檻是多少呢 就是要有五分之三的州議員支持 就可以召開 其實現在共和黨 在州議會的參眾兩院 都是佔了多數 如果共和黨籍的那班州議員是夠團結 不肯做影子 不肯賭歌的話 基本上要召開這場特別會議 乃至是通過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這項決議 都是沒有難度的 只是怕不知道有沒有人被收買了 或者是潛伏內奸 如果沒有的話 基本上沒有問題 很穩陣 如果喬治亞州是打響頭炮成功的話 將會引起骨牌效應 根據朱利亞尼的預告 不單是喬治亞州會有這個決定 阿利桑拿州議會和密歇根州議會 都會陸續來效法 朱利亞尼就透露 說密歇根州議會正在考慮 提出收回選舉人的任命權的議案 雖然他們還沒走到那麼遠 但是那班州議員已經開始起草一些東西 至於阿利桑拿州議會那班的州議員 都在起草的階段 所以到最後這三個州 極有可能是由州的立法機構來決定選舉人是誰 朱利亞尼還補充 說這項權力是美國的開國元分門 賦予給各州的議會 州議會才是應該負責選出總統的人 而不是州長或者州的選舉委員會 各州的議員才是有憲法義務 來決定選舉人團的成員 那麼大家就會看到 朱利亞尼是三番四次強調 州議會行使這項權力 是合憲合法的 縱然是州長和州務卿不同意 他們是沒辦法推翻州議會這個決定 州議會說要收回就收回 就算有些人是不滿意州議會這個決定 當然他們是可以掃諸法律途徑 嘗試來推翻州議會的決定 只不過就算被這班人打到聯邦最高法院都沒用 因為州議會這項權力 是由美國憲法所賦予和保障的 好了 至於這個 喬治亞州州的州長布萊恩 他本身都是共和黨籍 只不過他是一個腐敗的人 在去年的時候 這個布萊恩州長就在雲雲那麼多間企業當中 就挑選了Dominion投票機公司 而且布萊恩州長還說 Dominion的投票機系統 是他見過那麼多間企業所提供的系統當中 最安全的一個 後來喬治亞州政府 就給了1.06億美元 這家Dominion公司 就是買他的服務 你想想 1.06億美元 就是差不多8億港幣 當中究竟有沒有 收受回佣 或者是其他的情況 你買這些垃圾投票機 要不要花8億港幣 你自己開發一套出來 分分鐘未花那麼多錢 所以這個是很有問題 就是州長和州務卿 至於共和黨籍的副州長 Jeff Duncan 更加是垃圾 在昨天 他上去CNN接受訪問 一聽就知道 不慌有好事 他在訪問當中 竟然 炮轟 特朗普總統 說他不斷發放有關大選的假消息 說他提出選舉舞弊的指控 是紫虛烏有的 是沒有證據的 你說這些人是不是睜大眼說謊的 明明就有一條冠票的短片 稍微知道那個布萊恩州長都要轉體 說要支持驗票 竟然你作為副州長都還可以說是沒有證據的 還可以炮轟特朗普總統說他發放假消息 你說這些人是居心何在 究竟那1.06億的美元 到最後是全數給了Dominion 還是中間有沒有人 收回佣 這些是不是要查一下 為什麼會選這個Dominion 你作為共和黨的州 都離譜 又不見得州佣 因為德州 一早就已經檢查了 這一套Dominion投票機 系統 原來是有很多漏洞存在 很容易就製造出選舉舞弊的行為 於是人家就不用了 更加反映得出德州的官員 清廉一點 是不是 那你這班 喬治亞州的州長 州務卿和副州長 你在搞什麼 是不是要變成一個利益共同體 來反特朗普才行 是不是怕特朗普成功連任之後 會對於他們進行什麼調查 會對他們不利 難免會令人有這樣的想像 是不是 因為這三個人的言行舉止 根本上是說不通的 是沒有道理的 再加上這個副州長 去了CNN受訪 更加露出馬腳 如果 好像朱利亞里的預告所說 三個州的議會是自決選舉人的話 喬治亞州就16張選舉人票 密歇根州有16張選舉人票 亞利桑那州就11張選舉人票 加上來就是43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目前已經穩待的 就是232張 如果再加上這43張的話 就將會有275張選舉人票 那就是會過了當選美國總統的門檻 希望這三個州的州議員 是會秉持著良心的原則來做事 我相信 這次他們會面對著很大的利益引誘 因為他們就是決定了 究竟下一屆誰做美國總統 就是在州議會那條戰線 當然 另一條戰線就是 聯邦最高法院 就是跟著所說的第二件事 其實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員Mike Kelly 他就在賓州法院 入稟了一項的法律訴訟 他就提出 說賓州州長和州務卿 是無權 繞過州議會的程序 來私下修改州的選舉法律 他們修改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擴大了郵寄投票的使用範圍 就是他們在去年私底下來改的 其實Mike Kelly在地區法院的審訊階段就是勝訴的 當時那位麥卡洛法官 曾經叫停了賓州對於選舉結果的認證 相信大家都有印象 後來在三天之後 賓州高院就推翻了地方法院的決定 當時賓州高院的法官是說什麼呢 他們的理由就是 實情這一項的修改 在2019年的時候 就已經是改動了 更是你Mike Kelly 那麼遲才說他違憲 中間所隔的時間就很長 如果你Mike Kelly 不是因為 特朗普在這個普選票當中 不及拜登 根本上你就不會提出異議 所以就予以駁回 大家一聽到就知道 根本上這些 原因就是白癡到無論 是不是 人家喜歡現在才提出 說你違憲有什麼不行 可能人家現在才發現 你怎麼能夠假設 Mike Kelly是因為輸打贏要 而去提出這一項的質疑 就算他是 他也有權力去提出 是不是 所以根本上就是 盲判亂判 在這個 賓州高院那裏 現在這宗案件 其實就上升到 這個 聯邦最高法院的層次 負責審訊這宗案件的大法官阿里托 本來就定了在12月9日之前 賓州政府要提出答辯 現在阿里托大法官就說 你賓州政府要提前一天 在12月8日的早上9點 你就必須要提出答辯 如果你不提出的話 就會判Mike Kelly勝訴 為什麼要提前一天 因為12月8日就是所謂的安全線 我們有介紹過 如果12月8日仍然是有選舉爭議 出現的時候 那個州的選舉人票 就會變成原而未決 所以現在阿里托大法官就是要 趕快叫你提出答辯 可能在那天還會判決 也不一定 我相信如果這位阿里托大法官 如果他真的按照事實和常識來判決的話 肯定Mike Kelly也是會贏的 因為你根本就是 繞過了立法機關 自己改法律 這個完全是違憲行為 是不是 你要修改郵寄投票的適用範圍 你一定就是要通過立法機關的程序 沒理由你自己就說改又改 如果不是這樣搞的話 就無法無天了 如果Mike Kelly勝訴的話 那就厲害了 賓州的20張選舉人票 特朗普 就很穩陣了 所以 這些消息 主流媒體就不會報了 我們就告訴大家 分享一下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拜拜